现在才8点多 他已经起来开工了 我刚睡醒 昨天搬下来的东西里面也有什么小刀 什么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小刀,还有新衣服 还有新衣服没有穿过的 嗯,等一下又拿 不知道他还有柳子在干嘛 等一下要拿出去 他把我的花生卖掉了 这下子没有花生苗可以吃了 今天就是他不停的在外面招呼客人 然后我就不停的往外面搬东西 就搬着搬着,全部都卖光了 好多好多的鱼钩 有好几箱的鱼钩全部都卖掉了 卖的很便宜,两毛无一带 就是还有很多的那种电影碟 哎呦,都不知道多少 卖了好多好多 那些毛巾这样一大碟就是两块钱 马上就有人拿走了 一帮出来就有人要了 卖到最后 就是晚上我们收工以后 我再来整理东西的时候 发现还有好多柜子里面还要东西 真的是太多了 楼上的桌子我还是没有拿下来卖 因为太重了 我就放在那里不管它了 然后就像我们昨天说的 今天那个人来看我们的房子了 而且我们已经合同的签了 我们做了一个仓库收卖会 然后把房子也卖掉了 这样我们就省了很多钱 他们都不要求我们打扫卫生 就是我们后面种菜的那些 也都不需要我们管 就是我们只要走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 要是我们正常卖的话 我们挂牌 那个卖房的销售等于也就是要 拿掉6%的一个提成 我们这样子卖掉的话 就只有一个买房子那边 需要一个3%的提成 所以我们这里又省了3%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不用搞卫生 不用恢复后面那些东西的话 也要省一笔钱 反正算下来就是省了大概1万5千块钱吧 这个房子我们买的时候是20万 我们住了三年 还赚了一点钱 很不错 非常非常的不错 果然啊 傻乎乎的人啊 运气比较好 虽然买房子的人说不用我们搞卫生 但是我还是把卫生间啊 还有洗澡间啊 那些的全部都重新给它洗了一遍 刷了一遍 然后房子里面所有的垃圾 我也都清理出去了 所以的话看起来也不会说很糟糕 我觉得它不让我搞卫生是一回事 我把它弄好了 是另一种礼貌 今天卖的最后 已经是完全没有什么东西了 基本上大件的全部都卖完了 我把所有的能拿出来卖的东西 几乎都拿出来了 只是后来在烦的时候 还有一些柜子忘了打开 所以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卖掉 所以我们本来是打算 星期一回去的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回去了 这两天真的是忙的 脚都没有粘地的 我现在的脚好痛啊 哈哈哈 厨房里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 然后就是都不多了 就是那些做料什么的都不多了 我也不打算要了 我们两台车已经满了 其他的东西也装不下了 再说了这一点点的东西我也懒 我就干脆买新的吧 如果我们不是急着在一两天内 要把它卖完的话 应该是可以卖更多的钱 但是我们都急着在这一两天 要把它卖光光 所以我们就卖的超便宜 那些柜子三五块钱一个 一个桌子加两个椅子 就是那种室外的五块钱 今天我们又卖了六百多块钱 所以加起来我们卖了一千五百多块钱 可以想象的到就是有多少东西 就是这样子几毛钱几毛钱卖起来的 简直了 还送掉很多很多免费的东西 如果不送掉一些的话估计还有很多 最爱心的还是把房子卖掉了 这样真的省了好多好多事 也不用再往这边跑了 如果我们房子没有卖掉的话 我们以后还要跑回来好几趟 我们今天晚上签了合同以后呢 就是只要以后交房的时候 再来一次就可以了 又省事又省钱 其实到我视频结束的时候 都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卖掉 所以到后来又来了好多人 反正就是陆续的都有人来 最后连这些桌子全部都卖掉了 货架也全部都卖掉了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 因为像那些洗厕所的刷子啊 用过的也都卖掉了 反正只有你什么东西你摆出来 最初时候会有人买 我们放在后院的有两个货架都生锈了 也是好多人要买 本来我想留一张这个白色的桌子 拿到休斯顿去打包的时候用 结果来了一个人 他把这三张桌子全部都买了 也好 我到了休斯顿以后再想其他办法呗 本来以为忙完这几天就没有事了 结果我公公又要动手术 他希望我们去田那西看他 所以我们一个星期以后要先去田那西 田那西那边什么都好 也很安静也很舒服 就是没有信号 就是手机里没有信号 然后我公公那边又没有WiFi 这下子大家又可以看到小书子了 又可以看到我公公婆婆了 我公公这一次是要换一个膝盖 他有一个膝盖已经坏了 然后那个他也换了一个鼓鼓头 所以他自嘲说他自己是一个半机器人 明天早上我再起来拍一些放在视频的最后 今天累了先睡觉 现在是星期天的早上九点 他过来帮他的那个床 他说他什么都想要 但是他们家房子不够大装不下 大型的东西就剩下这个东西了 然后这个墨西哥人一直很想要 他又不舍得买 所以我们跟他说 我们空运的门开着他随时可以拿 他到处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什么 没有卖掉的东西他可以拿走 剩下的碗和碗什么的都给他了 太多了 不想搬了累死了腰痛 后来厨房里所有的东西 只要是他想要的 或者是他觉得他可以要的他都拿走了 他昨天来的时候是带着他女儿跟老婆一起来的 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说话的时候特别温柔 应该是没有正式工作 他是帮别人做装修啊刷墙什么的一些工作 我们现在这边是星期一了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我们昨天晚上回来的 当时太累了我就没有剪视频了 我们昨天又带了好多东西回来 今天还没有整理完 昨天在半路休息停车的时候 我还把我的车子装柱子上面了 装了个坑 但是这个车我开的很顺手 没打算换 我们两台车子都塞的满满的 全部都塞满了 踏的也是 然后剩下的这些我们就要下一次回来 正式签合同的时候才把它丢掉 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的格局吧 我们这边是客厅 然后我站的这个位置 这里应该是餐厅 然后那个门开着的那里是一个储藏室 这里是一个储藏室 这里是车库和那个洗衣房 这边是主人房 主人房里面有大浴室 大浴缸 然后那边是衣柜 这边是衣柜 好 然后我们 这里还有一箱东西下次再拿 然后从这个洗衣房车库进来就是厨房 这里只能算是早餐厅 一个早餐的地方 这门进来的右手边 这里有一个浴室 这里有一个浴室 然后这里是一个房间 也是一个次卧 次卧外面就是对着 可以看得到外面的邻居 这里是一个办公室 这里是一个办公室 这里又是一个次卧 基本上都清空了 这里以前就是我的仓库 基本上全部都清空了 还有一些照片什么的 就下次再拿 他充电器忘了拿 给他拿一下